欢迎收看金灵天下台积电的法收会报喜 引领了台湾跟美国的科技类股 在昨天以及在今天出现了大反弹的情况 台积电ADR昨天在美国股市上涨了将近一成的幅度 那么今天台股也在台积电的领涨之下 在今天大涨了超过400点 而且是爆量占上了月线 莫林方面要来关心的是 美国联准会在今年会进入一个降息的循环 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实质的受贿股可以来受贿呢 以及在中国的一个股民 现在对A股感到相当的绝望情况之下 现在是疯狂的在买进日金225ETF 结果也导致了整个交易过热 连续两天其实都出现了停牌一个小时的情形 另外燕门叛军现在又被美国重新列入了恐怖组织的一个名单 那么商业的领袖就警告说 这个红海航运恐怕是会出现长期中断的情况 这会不会导致这个通膨压不下来降息的时间点再往后延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杜金龙 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经理天下特派员叶芷娟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威良 美国股市终于结束了连续接连下跌这样一个态势 那么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真的是救了美股 台积电的法术会真的是带来非常好的消息 护国神山现在俨然成为护全球神山 因为昨天美股不管是纳斯达克 或是尤其费城半导体指数 都因为台积电的利多展望 出现了大涨走势 我想大家睡觉起来之后 看到台积电ADR 我想这个是大家今天早上最关心的事情 我也是一看大涨9.79% 稍微有一点概念的人也知道 因为ADR跟台湾的这边远古之间 股价应该本身会产生联动效应 事实上查了一下或算了一下 发现所谓的溢价率达到21% 隐含者说如果台股这边受到激励的话 台积电可能还有两根涨停板的幅度 究竟是不是这样 我们跟大家讲清楚 首先要教大家怎么去计算 ADR跟远古之间的折衣价关系 因为ADR要换算成台湾的股价 它有一个公式 就是用ADR的价钱乘上汇率 因为毕竟ADR是美金居价 我们台湾这边当然是台币 所以你要乘上汇率 另外每一股的台积电ADR 它可以折算换成台积电五股的股票 所以你要除以换股股数 也就除以五 这样才会等于台湾这边 台积电的合理的股价 所以就以昨天晚上 1月18号收盘的时候 ADR是刷113.03 台币汇率31.57 然后换五股 所以除以五 算起来开盘前一看 台积电的理论价是713.67 700块以上 所以基本上今天大家觉得 如果说有可能会不会看到 涨停板有这种乐观预期 我觉得这个预期是 大家有期待是合理 可是事实上要给大家一个观念 这个溢价21% 其实它当然是有点偏高 可是长期以来 在美股挂牌交易的ADR 它一直都相对于台股 是呈现溢价 这个溢价率大概都是介于 5%到10% 我们下方这个图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ADR相较于台股的 这个股价的走势图 红色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溢价 绿色的部分就是折价 所以除非市场极度悲观 碰到一些可能景气比较萧条 或者说重大的利空事件 否则多数的时候 ADR的价格都高于台湾的远古 而且它其实是 始终不会完全的 回到平价的状态 为什么 我简单做个比喻 你如果去看看国外 你到美国去买的Levis牛仔裤 跟台湾的Levis牛仔裤 一模一样 同一条牛仔裤 可是它的价钱 你换算成汇率之后 会不会一模一样 永远都不会一模一样 这个原因就在于 其实ADR的存在 是方便于国外投资人 尤其就是美国当地的投资人 他如果不想跑到台湾开户 用这边的账户 来下单买进2330台积电话 他就直接透过美国的账户去买 所以那是有他便利性的考量 因此他长期都会维持一个 至于说对于大型的国际资金 充足的机构法人来说 他当然没有这问题 你不管是高盛 美龄 或是说这些机构法人 他其实早就在台湾这边 都有券商机构可以下单 所以他要买他就直接 在今天的盘便当中 狠狠的用力的敲进台积电就可以了 所以溢价关系始终存在 我们怎么看待 其实就是你可以参考ADR的方向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他就是会完完全全的反映在 所谓的比价空间 反倒是近年来只要ADR出现跳空大涨 大家要稍微提高警觉 我们这边取的就是2022年末以来 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在大涨之后反而是要提高警觉 对 我简单的就抓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其实ADR过去也不是只有 好像昨天晚上那么激情过后 以前也出现过 包括在2022年末的时候 ADR单日跳空大涨 收盘是涨幅超过一成 然后2023年初又有一次盘中涨了11% 这边年中的时候也涨过一次12% 所以你看到每一次ADR跳空大涨过后 后面它大概都会有一个整理性 或是拉回修正的情况 所以这就表示有时候市场 一窝蜂的抢进过后 会忘记台积电的本质 它仍然是一支大牛骨 所以用这种加速度的喷出 本来就不是它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今天激情过后 未来还是要大家冷静看待 当然中长线我们是看好的 当然有人就提到说 可不可以 以后只要每一季它法缩会前 我们就如法炮制来压保一下 短线行情 因为下一次它4月又有法缩会 7月 10月 就是赌它又会是市出好消息 法缩会前我就先买 隔天喷个10%我就敢来卖 甚至有些积极的投资高手 可能还会运用 不管是权证或者说个股期货 赚杠杆倍数会赚更大 但事实上告诉大家 台积电2020年以来 我们统计到这一次的法缩会为止 总共17次的经验 可以看到法缩会的当天 它的上涨几率是58.8% 也就是说17次里面 它大概是有7次会下跌 10次上涨 所以上涨几率好像没有特别高 隔一天也就是说 以今天来讲就是法缩会的次日 其实也是一样58% 7次下跌10次上涨 反倒是一周之后 它的涨跌几率就一半一半 丢铜板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法缩会行情 并不是大家想象说 每一次都利多 每次都跳空大涨 反倒是我简单举个例子来看 如果以这一次跳空大涨 这个6%的情况来看的话 比较接近就2020年这一次 也是跳空大涨了6% 一周之后反倒涨幅剩下3.14% 表示什么 后面果然就是刚刚所提醒的 会慢慢的收敛它的涨势 我觉得比较漂亮的就是 你看如果涨幅比较多 大概就类似这种模式 它前面稍微小小的波动一下 然后慢慢的加温 一周以后反而涨比较多 涨幅反而比较大 对 其实知名分析师陆行师 有提醒 从台积电的法术里面 大家已经知道 它看好的产业就是像AI 像COAS先进封装 先进制程 可是我们从台积电的法术 展望内容里面 也要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消费性电子 有可能在去年第四季 有一些库存调整状况 或者说整个出货接单 不如预期的情况 所以大家比较小心 未来在三月底之前 因为要陆续公告去年年报 有些公司可能财报 还是会有爆雷的现象出现 好 再请教薇良 当然在今天台积电的大涨之后 大家也就说 一些比较含基量高的这些ETF 接下来又要怎么样去选 好 我想大家以前 应该也都看过一些 所谓含基量高ETF 不过我仔细看看这些名单之后 有一些实在规模太小 我们就把它剔除 因为规模会影响到 第一个 成交量 如果每天成交个几张的 事实上像我们这种大户 要买个一两百张 就很难进出是不是 另外来讲 其实规模也会影响到内扣费用 因为规模越大 其实成本就可以降低 回馈给投资人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几档都是目前 持有台积电有达到一定的比例 而且规模也不至于太小 包括0052 0062 08 0050 这几档大家相对比较熟悉 我会从当中 特别去挑选几个 比较值得留意的标的 我的逻辑是这样 当然我们会参考一下内扣费用 费用当然低好 再来就是所谓的 你要投资的价钱 当然要清明 否则如果预算很多 我就直接买台积电了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我觉得00888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选代号 不是 基本上 因为现在投资的一个 新的趋势方向 如果你同样在找 所谓的市值大的这些 ETF的话 加上ESG概念 往往其实会获得 更好的绩效表现 以及更高的本益比评价 而且它的台积电比重 我觉得算是 让我个人觉得蛮舒服的 我觉得两成三成的比重 算是很适中 因为持有到将近五成 或超过五成的话 比重太高了 会思考说 你为何不直接买台积电的零股 也可以 持出比重那么高的话 你不如就直接买台积电就好 所以它的台积电比重 大概两成四 目前它内控费用 我觉得相对低 更重要就是 现在股价其实还蛮亲民的 一字头的股价 另外00891中性关键半导体 当然它台积电比重 虽然不到两成 可是我觉得台积电所待起的 我们讲就是 是护国群山 既然都看好了 半导体产业的前景 所以你想不想 投资上游的IP系制裁 包括像股王 或者说IC设计 或者说下游 最近IC通路上也很夯 所以这一档 就从半导体的上中下游 一网打进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股价也是稳步的往上 大家不管是用单笔 或者说定期定格方式来切入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好 威良刚刚到我们看到 台积电在昨天这个法售会 当然是报家音 也带动了在昨天的美股ADR 是上涨了将近一成的幅度 今天台股当中的台积电股价 同样也是带领了台股往上涨 我们要请教杜老师 当然今天在台积电的带动之下 台股火力四射 大涨了453点 不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激情过后 会不会有比较回档的危机呢 外资在先前是大卖 连续几天的卖超 今天终于是大买了801亿 这是史上单日的次高表现 这波涨势 你觉得会持续到农历年前吗 因为我们选后的话 可以发觉到 有两天都跌200 200 所以大概跌400多点 所以今天这个400多点 是把那两天的跌 全部要回去 外资也大概卖了 差不多1100多亿 今天补了800多亿 大概剩下300多亿 那就看台币的贬值 因为这一次是贬值了 大概八角左右 所以外资才做卖出的动作 我们来看现行 现行的话 今天这一根长红 而且出4000多亿的大量 它发觉了 就是说我们从1月2号 高点下来以后得了800多点 而且也破了季线 季线破完以后 它A线季线都破 今天涨了400多点 大概就恢复到夜线的位置 你那个高点只剩下270点 就是说它从最低点 那一天大概砍到151 拉了500多点的一个下影线 所以大概下礼拜 因为开始下礼拜 大家会讲说 纯线又有 大概七八天的一个长假 又有长假级效应 你外资也大概回补了 800多亿了 明天就进入说 你的套劳期三百 这里面的话就看 外资有没有持续买套 台币有没有在做生殖动作 我个人认为这一波扁 我们都一直把它 从10月31号 到1月后 总统写击行情 大概告一段落 而且它真的回档了 大概整个800多点 所以大概下礼拜 个人认为它多空 就在这边会做一个交战 如果说有量 所以下礼拜还是震荡的格局 在这边震荡 可是因为你本来就说 我个人认为 选后怎么会马上大跌 我的执政党太没有面子了 所以你看到前天跌的时候 不是政教所 还有主管机关都跟你喊话说 我们基本面不错 怎么会跌成这样 今天大涨完又回复到显前 这个整个盘势 那一样 就是说还是看国际股市 因为国际股市 最近的话 这一阵子刚好 亚洲国家也都跌 最近也大概都有谈上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 有没有化解危机 大概下礼拜 再去看整个架构 因为它上次跌破 17463的话 本来这一波就是有一种 第五小波要结束了 今天这一支藏红 又稍微把它化解掉 就是我们对整个盘势 个人的看法 在今天盘面上 其实AI股的表现 也是相当的不错的 是不是因为台积电 其实在法说会当中 他们有提到 以后他们的AI营收的比重 到了2027年 会提高到17到19% 所以这些AI族群 在整理之后 可以开始流营 对 去年凡恩先来 说大家去看台积电的营收 他的AI比重大概占6% 他昨天这个法说会 这个一个大利多 就会让大家联想 你台积电今天大涨 其实早盘 我们的AI股票还没有涨很多 后来好像有特别 要把股市拉上来 就开始敲伪传 伪传拉涨停满完以后 让整个AI大概都涨很多 我大概每年底 我都会把我们气联上市公司 成交量最大 跟成交账是最大 回忆看一下 气联最有名就是台积电 成交金额占了5%左右 其实台积电也是AI 第二名就是广达 广达3%左右 第三名就是今天伟创 3% 所以你看到前三名都是 跟AI有关 台积电广达伟创 所以其实AI 就是说我们从近年开始 大盘很多的主力 大概都是在台积电 护国神山还有AI 你看成交商市最大也是伟串 还有我们前一阵子 有名的就是秦串 外资有没有 这一阵子秦串也涨满多的 所以你看到 大盘在拉台的时候 其实它要带动 这个盘式的大涨化 除了台积电这个法说会玩用 你看到它都会动到AI AI我们上次也讲 从大概10月 繁衡线效应完以后 AI大概都休息了 大概三个月左右 那晚以后 它今天一定点那个 跌比较深的伟串 掌顶板完以后 整个AI的效应都帅 我们看到这个管达也是要好 现在刚才 威威良有讲说法术位 因为大力官法术位 也涨台积电涨根的 所以大家会慢慢的说 法术位有些期待 对对 我们看管达 管达现在益估 这个EPS的话 今年11块多 没有 7.11块多 今年13块 后年17块 17.48 如果说这个法说会有 好消息的话 大概也会有 那来讲它这个成交金额 有没有 占第二名 章数占第六名 像技嘉的话 是成交金额占第六名 所以其实我们在最近台湾股票市场 其实量都在AI相关股票 管达今天也到240级 你高点282 看整个有没有这个效应 扩散到这些的类股 所以大概都跟着大盘上来 因为这一次大盘再跌800多点的话 我们看到管达是相对抗跌 有没有 但那时候大盘再跌 它是慢慢的有跌高 那今天是尾盘 尾串长领盘把它带上来 这是对于这个AI个股的一个评论 好 再请教杜老师 我们说这一波台股的回档 再加上大家也觉得 今年会进入这个降企的循环 有哪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你觉得可以比较值得琢磨的 在今天还没有大涨以前 前一阵子不是跌了800多点 很多人说 我们资金应该稍微逼到 一个相对能抗跌 而且以后如果回升的话 还有回升 刚才回忆有讲说 美国降息最近好像往后 可是迟早 大家认为下半年 它仅仅应该会有 这个猪刃的三雄里面 理论上应该会有 猪刃三雄里面有 这个大家比较看到 就是河润 河润这一支 再来一融七零 另外还有一个中租 中租 另外还有一个震荡行 转投资的 所谓的日盛 我们就挤这两个合论企业 大家看一下 那个租润的股票 一定有一个东西 它一定要配现金鼓励 跟股票鼓励 两个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能让资本的 慢慢的膨胀 完以后 以后如果再做租润比较好 现金股票都要配 对这样的话 它股本会比较大 另外来讲 它这一支大概如果按照 那个 上个月的缩盘价 我可以讲 殖利率大概是7%左右 那这个大概3% 所以来讲的话 你大凡在跌的时候 这些股票好像是 民生B7品 它大概 没糟糕 所以在跌的话 它大概有抗跌的作用 如果说这一阵子 它有稍微回档 万一整个大盘回升的话 它也有价差 另外合论的话 万一你注意看一下 它每次现金增值都100块 那100块的话就代表说 我现在110 今天是120几 如果万一大盘跌下来 我才有一个西地 给在这边坑日 所以这个公司很奇怪 每次都是蹭在这边 那一龙汽车的话 一龙上市有涨 它获利也不错 大概都是 这比较大 那股价大概在适当的位置 所以你看 它的整个获利 跟整个一个殖利率来讲 都是比较抗跌的一个类股 所以在猪刃三雄里面 我认为 大环境 如果说这波有再拉上来 那一般 因为我们气人 大家都说 一Q先蹲 后慢慢的拉上来 那这个类股是可以抗跌 而且如果说万一大盘有上来 美国有降息的话 它有一个所谓价差可以赚 刚杜老师 但我们看到在这一波台股的回挡 加上美国在今年 会进入一个降息的循环 所以租赁相关的概念股 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但降息的受贿股 除了刚刚杜老师 所提到的租赁股之外 我们要再请教有名哥 如果真的降息的话 还有哪一些产业是可以特别留意的 好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那补充一下 刚刚杜大师这边所特别提到的 因为美国现在陷入到一个 比较两难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它非常想降息 但是因为最近有几个事件 第一个的话当然就红海危机 那第二个的话 刚公布出来的这个PMI 也就是ISM的一个数据 其实是往上走 所以变成是说 它本来预估消费的一个状况 是已经有点在降 所以势必可以达到 这个所谓降息 在三月份的一个条件 但是眼看着一些 生产的一个数据 再加上现在隐形的 一个通膨危机还在 所以就变成了 三月份这次就有一点悬念 那之前 有可能会往后 有点会往后 但是降还是会降 我们来看一下 三月二十号开的 FOMC会议里面 有一个前哨站 这个前哨站就是在我们1月底的 这一次的FOMC会议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定掉三月份 到底会不会降 从这个所谓联准会官员 释放出来的一个讯息 所以1月20几号的时候 大家要特别紧盯的 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Faywatch里面最近的 这个利率几率的 一个变化图里面我们来看 因为3月20号 认为降一码的 现在的一个比例是51.9 到昨天为止 那原先最高的时候 曾经高达80% 又是有八成的一个降级几率 那现在当然就已经 有点稍微降下来了 然后如果假设 三月份有降的话 五月份的这一次会议的话 应该是属于不变 但是到六月份的时候 可能还会再降一码 不过这个比例也不高 也大概不到50% 47.1 然后到了7月31号的 这一次再降一码的几率 大概是44.5% 所以换言之的话 从现在到7月份 大概有降三码的一个空间 那不管今天的利率怎么样 势必在今年度一定会降 只是会不会降到大家之前 乐观的预期有六码 降那么多 对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要提醒大家 在我们去做所谓 降息概念股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 各个产业面对利率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敏感度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大摩 摩根斯坦利这边所估的 各个产业对降息的一个 敏感度里面 都会有一些差异 我们的印象中 好像高科技股应该比较好 事实不难 因为从整个统计值里面来看 反而真正敏感度最高的是 必须性的消费 对 然后第二名的话是医疗保健 因为这些公司都在烧钱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借钱 因为他们都没赚钱 所以跟银行的借贷利率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整个公司的营业 所以如果降息 它成本就低了 第三个公共事业 那个也是大举的举债的一些公司 所以利率对他们来讲 就变得影响很大 还有一个大家观念上 比较能够理解的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相关 那一二三四这四个 在历史上里面来讲的话 当通膨低于 历史平均的一个值的时候 当然不是现在 现在是属于通膨 高于历史平均 如果在通膨低于历史平均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涨幅 因为降一码所造成的一个涨幅 是21% 12% 26%跟8% 然后现在的情况的话 在历史的一个平均来讲 10% 10% 9% 9% 其实大概都有维持 差不多10%左右的一个涨幅 反而是我们认为 比如说是电子股里面的通讯 或能源类股或原物料 其实反应就没有那么直接 甚至都还有跌的 这两个都还有跌 所以我们在选股上面来讲的话 必须性的消费 医疗 公共跟房地产相关 就变成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 如果AI成为单一主流的话 包含台积电联发科 或你看到的广达那些电子五哥 他们会把指数贡献至少1000点以上 如果说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数 就是还是维持选前的一个主軸 就是用肋骨轮动的方式 对 所以指数的空间就不会大 所以这一点要提醒大家 当然第四季有一个龙摆尾的状况 所以今年整体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就跟龙一样 就是有龙头往上 然后龙尾翘起来 中间的话应该是属于下跌 跟盘整的情况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来去看这些股票的一个 投资策略的话 必须性的消费 我觉得应该是等到第二季 有降息风潮的时候 有风向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布局 好 第二个的话 医疗保健类股的话 我也是认为 当指数跌下来的时候 除非有一些特异功能的生计股 不然的话 整体的大环境的生计股 是指数回檔的时候 做一个避选策略 公共事业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最近就可以买 包含一些节能 只是我们没有办法 在像大家之前选前一样在想 只要说有胜选的话 相关的一个政策节能 绿能的股票就会雨入均摘 结果这一次我们发现 并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房地产相关的话 我觉得殖利率是一个 很重要的依规 现在有一些好的一些营建股 它的殖利率 其实都高达7% 8%以上 我会建议大家 就等到股价有回档 来到8%以上的时候 再来去做布局 刚有明哥也有特别提到 公共事业 农历年前就开始 那这里面的话 帮大家稍微再准备了一下 所有节能股里面的排序 今年成长力不够的我都去掉 我这边的话就是挑成长力够 然后本益比如果是用 今年当然会相对比较高 到明年度甚至更低的时候 我就把它列出来 然后最后再把现金殖利率 给算进去 陆榜的大概有 6873的宏德能源 6806的升威能源 跟1519的华晨 但这里面的话 本益比华晨是相对比较高 因为它现在是最贵的 所谓节能股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 25倍的本益比 这个OK的 其他的话不到20倍 甚至在今年度的本益比 已经降到了13 11 我觉得投资就有这个机会 只是宏德能源 6873的宏德能源 因为它毕竟是创业版 所以它进出上面来讲 人气不是那么够 我们就是来选 6806的升威能源 升威能源的话 这里面比较注意的一点 就是半年线跟年线 有一个双支撑 还有今年有一点 大家比较少提的 我跟各位来做一些公告 就台电二旗订了两艘船 就是当初升威 为台电二旗订了两艘工程船 这个地方已经要入港 明年度会加入到出租的行业 一艘一年大概可以贡献 EPS 13块 两艘的话就是6块 所以如果说是 以今年的一个货币在家 明年势必有超过10块 因为明年还会认列 台电二旗40%的一个获利 股价就可以流营 那银建股这里的话 我就要提醒大家 银建股里面现在体质最好的 应该是华固 是其中之一的华固 华固在去年的前三季 就已经赚了7.62 今年度的股息殖利率 如果以1月17号来算 大概就差不多7.8左右 我觉得降到这个93块附近的时候 它的殖利率会超过8% 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留意 今年的房地产 台北市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划区叫北市科 北市科的话 因为华固跟其他的一些公司 他们当初介入的成本都不高 包含买地的时候 甚至包含跟这个 所谓原地主户的一个和解 所以他们今年在北市科 已经开始主要等于 三年之后的一个盖好 所以他的整个销案可以贡献 不管是住宅跟厂办 大概197亿 这个都可以挹注 今年的一个获利 但是股价如果有震荡压回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再去做承接 刚刚有名哥到我们看到 虽然降息的这个时间点 目前来看有可能会往后延 不过在今年会降息的情况之下 那么相关的这个概念股 可以开始来做布局了 不过我们再来关注的是 真的降息的时间点 大家也非常关注的 就是这个通膨的问题 到底解决了没 现在美国呢 现在把这个夜门叛军 重新列入恐怖组织的一个名单 甚至警告说呢 对供应链的影响 可能会长达好几个月 那么要请教指决 那么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降息的时间点 就有可能再往更后面 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个最新数字 就是刚刚礼拜五十我们刚公布上海集装箱指数 是连续八个礼拜上涨 只不过这个礼拜现在看起来是上涨1.5% 已经算是涨幅是缩链很多 但依旧是一个连巴掌这样的状况 那你说上海集装箱指数会突然这样子标起来 当然就是跟这个红海当中的一个危机有关系 那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一直在讲说 如果今天美国英国的护他们的船 护有工的话 这个危机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呢 也结果护了好几个礼拜 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快结束 而且没有这么快结束的状况之下 还美国还直接把这个组织 他原本想要打个快速战 可以看赶快把它控制一下 但没有 现在看起来要继续下去了 而且他现在直接把这样的一个组织 列为恐怖组织的名单当中 所以现在大家越来越多说 这个影响可能会长达数月之久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因素 是因为亚洲现在我们要准备过年了 所以本来每年大概到这个时候 会出去的船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关心的是 过完年之后 如果这个危机还继续影响的话 那个影响真的会越来越显现出来 尤其这个地方你说 现在船出去我们说 要绕到不是大概会多两个礼拜的船期吗 大概10到14天两个礼拜的船期 船回不来之外 你的柜子也回不来 所以其实我在海运舰的朋友 像他们都说 他们现在都在抢柜 他们没有柜子 船回不来就算了 他的柜子也回不来 尤其他们就说过完年的时候 当大家开始过完年 要重新开始要运货的时候 突然那个状况 危机感会更强烈 但不过这个危机 从12月初以来运费的的确确来 已经上涨了一倍 而且那个运价是除了从亚洲到欧洲 接下来你发现亚洲到美国 美洲也涨 然后甚至乱涨 运通连到东南亚 无关的也涨 就是整个大家一起 一起涨就对了 同一时间 如果说大家现在讲是说 如果这个运价上涨 还有一部分是 如果你的中东的危机 还在继续的 没有办法解决情况下 油价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带起来 所以总总加起来 就是刚刚菲姐你讲的 那岁三月到底 还有没有办法降息 通膨还是好 因为那么沉沉欲动 另外雪上加霜的 刚刚说我们说船回不来 这里还有一个状况 是在北欧的港口 因为现在是冬天 天气很冷 冷到暴风雪 让他们的港也关起来了 所以它的货柜 也没有办法上下船 也没有办法装 所以总总的因素 都加起来 他们觉得说 的确包含刚刚讲的 到美国 也是到了2022年以来新高 好了 现在大家就来讲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的通膨状况到底如何 我们来看他 为什么要特别来看 他这个沃勒 原因是 他其实算是鹰派的理事 但是他是在11月 鹰派理事当中 不然转歌 所以先转歌 然后把这个歌子 放出来给大家看的那个人 所以大家特别会关心 他说了什么 偏偏他最近的一个说法 16号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美国通膨力 没错 2%现在近在咫尺 但是没有必要 急着马上降息 而且他说 有很多的投资人说 预期是6次撞息 他认为这根本就太过于激进了 其实现在拆三月 到底会不会降息 真的就是捉摸不定 不管你是再厉害 再强大的总经专家 真的是捉摸不定 所以其实从原本一开始 大概是认为说 原本只有大概 7 20%认为说会维持不动 但现在已经拉升到50% 觉得可能会维持不动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无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样子你会 我觉得大家也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越是猜不透的时候 那个情绪就越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是 不确定性 对 不确定性 所以你越猜不透的情况下 你的那个情绪 不管是猜对的人也好 猜错人也好 那个情绪未来真的会更加的 使得金融市场会更加更加的波动 除此之外 另外这边来看到的是中国的部分 除了通膨之外 其实说真的 2024年我每次都跟朋友讲说最大变数 应该是美国要选举吧 应该是川普要回来吧 如果今天美国你要选举的情况之下 你说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有哪一个人会对中国好吗 那如果今天 你维持拜登原本的走法好 那他也是会去审查 像维持2023年动走法 晶片要堵的要堵 然后定期还要去审核 有没有漏网之余 还要再加一笔 这当然还是继续下去 如果今天川普回来了 那你可以想见 那会是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势 所以这边也讲了 分析师也都说了 为了要遏止中国大陆的晶片的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 你一定可以想而知的是 在2024年你会看到更多更多 对于中国晶片相关的限制的出口 好那如果看到中国的情况是这样的话 我们说股市是经济的领先的橱窗嘛 对不对 那这个橱窗好像不是这么的漂亮 不是那么光明激进 入港股一直走跌 对 入股 今天你说今天台股韩股大涨 对 他今天还收回哦 入股 对 昨天还一度跌破了一个整数的关卡 2800点 整数的关卡 那大家网友就开玩笑了 那这个 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他曾经有发过一个毒誓 他说只要A股跌破2800点 或者是他的账户 他有储 他说或者是我的账户只剩下5万块人民币的话 那他就要去跳楼 我们先说这个不鼓励 但他发了一个毒誓 但我觉得我们台湾鸡排文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但他就发了一个这样的毒誓 但是呢 好了 现在这个是不是在昨天正式跌破2800 昨天判中就看到了 对 网友就说了 你要去兑现你的承诺了 但他说没有没有 我有再另外立刻补仓了 我有逢低摊平 然后他说我有逢低摊平哦 所以我现在还在这个状况里头 而且他还用他自己逢低摊平 他说对 你看 这是我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他说2800点以下的中国股市 遍地都是黄金 好 这是他的说法 还是很有信心 好 那其 这是胡总级编嘛 那其他的入股投资人呢 似乎这种崩溃的中国A股投资人 现在对A股绝望之后 他们前进了哪一个市场呢 这个我真的觉得今天太有意思了 他们前进的是日本股市 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他们发现说中国的股民 追买日经二五指数的ETF 在中国挂牌日经二五指数的ETF 挂牌的这样追买的情况 追到他的溢价 这边像是收盘的时候 大概到15% 溢价15% ETF溢价在刺激市场溢价15% 在盘中最高还一度到达26% 就是疯狂的追买到 交易好热 到他的日经二五指数的ETF 整个溢价到重程度 那还到什么状况 太热了 热到金工出来叫大家 这个Calm down一点 所以他连续三天 对不起喔 这是三天喔 因为就是包含今天都是喔 包含今天 都在一开盘的时候 他就想大家先冷静 所以他就先停牌一个小时不买卖 不让你买 不让你买 然后先停叫大家冷静 因为大通疯狂都进去追买这日经二五 不过肥卷你看到这新闻你有没有什么心得 我心得是原来中国大妈还有钱 对 原来不是不买啊 对他还有钱啊 只是不想买入股而已 只是不想买入股而已 对 好那你说中国经济下来的一些情况 过去我们其实讨论过很多次啦 那这些我们整理了一个是比较奇特的一些情况 好这个是呢 那因为官方给出来的GDP说2023年还是有一个5.2%的好成绩 所以不能唱出来 对啊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厂的老板娘 他出来拍了一段影片 他出来拍说现在很多公司对我公司下单都是什么 二结一三结一甚至还有的六结一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月结一次单 甚至三个月才结一次单 甚至六个月才结一次单 半年结一次 如果今天也是经营公司的人 你要用什么钱付钱给你的员工 你的货款六个月才结一次 对才拿得到 对所以他就拍了一个这个影片 然后就出来讲了现在这个状况 他说他拿不到客户的款 他没有办法去付钱给他的员工 然后他的这段影片居然被官方给禁了 他说你不能这样子 对对对好 好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形象是 我们都是要充电嘛对不对 手机充电 但是这个充电 上面居然还有习语录 习近平习语录 上面有一个写音 他说给手机充电为思想负能 好这是官媒所做出来的一个充电宝 一个行动电源 你在帮你的手机充电的同时 他会另外放声音给你 放什么呢 就是习语录 对这样子有关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内容 一边充电的同时 你还要为你的思想负能 这也是一些蛮特殊的状况列给大家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是 现在农历年关将近 有部分这个上市柜公司的大股东 趁势来卖股球线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代表这个股票的后市是会有隐忧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好虽然今天台股大涨400多点 不过在农历年关将近的情况之下 其实有部分上市柜公司的这个大股东 在最近是趁势的卖股球线 像是近月以来 总计的升上持股就有12万张 我们想请教文良 这是不是代表说 这个股价后市会有隐忧呢 那申报转让 当然这个每次被媒体揭露出来之后 市场都会比较紧张 但是我们今天带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到底申报转让有什么意义 然后它背后的目的 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首先申报转让当然主要就是 希望去规范内部人 因为如果他有一些特定的 内部的资讯消息 万一去操控股价 所以规定就是 要卖出股票必须要 事前申报 哪些人是所谓的内部人 包括董事 监察人 经理人 还有持股10%以上大股东 还有以上这些人士 他们的配偶 以及未成人之女 通通都是算在内 这个申报的规定就是 从你申报转让起算 三天以后才可以开始卖 所以不是申报当天开始卖 三天过后 然后它是有一定的期间 就是一个月时间之内 所以有些申报转让 其实到最后 它不一定会全部都卖出 甚至有些根本也可能是空包蛋 到最后都没有卖 另外转让方式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主要有五种不同的目的 第一种就是一般交易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简单来说就是 它是真的在升让过后 只要升下以后 它就是要在市场上到货卖出 所以它就会实质上构成卖压 另外来讲的话 赠宇跟信托 待会我们来做补充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反倒是可以比较中性看待 甚至有可能成为日后上涨的线索 另外配对交易 或者说恰特定人交易 甚至有可能 对公司未来的营运 带来一些帮助 或者说有更大的股价想象空间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赠宇跟他意信托的部分 因为都要缴纳赠宇税 对 课税的基准就是 你在生效当日的收盘降 然后去跟面额来做比较 所以说一般来讲 如果了解自己公司的营运状况 或股价未接的话 你不太可能会去挑 股价在相对高档 尤其历史高档的时候 来去做信托或赠宇 应该会选择是比较低档的位置 对 刚才提到盘后巨额交易 或者说恰特定人 有的时候它不只是 这个可能是属于一个 个人名下持股 转换到投资公司来做结税规划 我们其实更常看到就是 有一些公司 它可能接到了特定的订单 这个大客户 在要给予订单下单之前 它也谈好一个条件就是 我也希望持有该公司的股权 将来股价上涨 大家接到一起赚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近期有一些申报转让的公司 上业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近期有一些申报转让的公司 大家快速看一下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 我们会去看一下 到底申让的对象是谁 有没有董娘 这个特别要看清楚 好在是没有董娘 不过这边 其实有一些就是信托 有一些就是赠宇 比较要小心的就是一般交易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一般交易的部分都要特别留意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像神机 近期它的股价 刚好就是已经经过了大涨 来到相对高档 然后就发生了 有内部人要做申报转让的 而且是一般交易 未来就是要在市场上直接卖出 所以可能至少你就要提高警觉了 再来东元的部分 大家看股价非常弱势 但事实上我查了一下发现 特定的董事 在去年的8月 10月 11月 都曾经申报转让 而且都是一般交易 直接卖股票的 果不起来 股价一路跌跌不休 震荡走低 它甚至已经灌破年线 跌破年线它还要再升浪 会不会影韩说 它认为这里都还不是真正的谷底 我们就继续观察一下 相对来讲的话 COAS先进封端设备的新云 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当然业绩 我们也是有一些期待 因为去年的合约负债大幅增加 代表订单在手 今年应该业绩会随着台积电的 扩产需求持续往上 股价其实经过回挡修正 目前均线纠结在季线附近 我觉得位阶算不高 另外来看的话 地宝它是恰特定人 这个是全球AM市场的车灯的龙头 后面就是未来有一些新的订单 要开始发酵了 我觉得也可以去做留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的是 农历年前还有多党的新谷 预计会挂牌上市柜 会带动同族群的比较效应吗 先休息一下稍后来了解 在农历年前有多党的新谷 要预计挂牌上市柜了 像是预展新药 那么它的成销价150块 中签率很低 要请教永明哥 会带动整个相关族群的比较效应 会的 我们来讲一下 一般股民的生活 就是说当看到某一个股票在涨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会去找原因 可能是接到订单 可能是怎么样 有一种东西很悬 你就是找不到的 那种东西就叫比价效应 你没有办法去定义 还有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新谷挂牌 因为新谷挂牌跨产业的 比如说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 从新谷挂牌 然后直接联动到上柜或者是上市 这个一般投资人根本都不知道 但是其实投信也好 或者是看到法人 默默的在寻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在操作 最近当然就6785的一个预展新药 就因为要这个新柜 那新柜这个地方要准备上柜 然后承销价钱是150 那今天的这个新柜的一个价钱 最高的时候是265 所以有人就算过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等于是 如果我真的抽到的话 就可以赚到9万块 马上赚 对 但问题是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 中签率非常非常的低 只有0.83 所以现在这两股票就是洛阳止贵了 那这里面的话 今天就有联动到几档股票 在最近4109的一个佳节声音 那因为这档股票大家比较不熟 毕竟他去年也是亏损 但是如果我来讲一个集团 叫台冈集团 各位就知道 因为台冈集团今年的一个职棒 这个要准备 要准备变成第六队了 那2020年的时候 这个台冈就入主了这个佳节声音 然后去年度虽然是亏损 但是他最近在办私募 所以因为有私募的一个题材 大家就认为说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 很大咖的这类伙伴 这个地方要改变体质 所以最近的股价就很强势 另外一个就是5398的一个 叫木康声音 那木康声音的话 他也是在做医疗通路的 然后去年度应该 看起来也是亏损 但重点是因为他有减资过 所以他净值回到10块钱以上 股价就有机会跌升反弹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 大家比较不熟的 这个叫做 木康声音的董事长 这个木康声音 那木康声音大家不熟 但是我讲为鼓励大家就熟 对 因为很多的长辈 其实都有在吃 那他的一个老板 我们先来讲一下 沈国荣的一个故事 沈国荣大家就比较知道了 因为他是核大的 这个核大的一个部分 那核大他早期是做齿纹大王 从机车做到汽车 那特斯拉当然也是一个 我们早期在做 茂莲KY和核大 那个是最典型的 特斯拉概念股 那当后来又并了这个华峰 所以其实我们算过 他旗下沈国荣来讲的话 控了四家公司 一个是高峰 一个的话华峰 一个是核大 一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木康声音 那沈国荣这个人 我们先来讲他1949年生 所以他有两个 很重要的同学 这个都念的 叫得出名号的 一个就是马英九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星光集团的一个吴东敏 那吴东敏当初因为 他毕业完了之后 就是因为好朋友的一个关系 同学 好同学的关系 就把他引进到星光集团 然后他就直接来当 创办人吴火师的一个秘书 那因为他长时间 跟吴火师在一起的话 一待就是14年 那当时在开会的一个过程中 他就讲到一个状况 他说跟吴火师开会的人 基本上都是属于华山任劍等级 那种中师级的上古承受 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人 因为跟他在一起耳濡目染 所以就知道大人物在开会的时候 跟我们一般的那种小老百姓 在开会的时候 孜孜盈盈的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 人家那个气度跟高度跟态度 那个是不可同事而言 所以跟他们在一起久的时候 就学会到管理判断跟预测 那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他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吴火师走得早 不然的话他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话因为吴火师走了 他就直接从秘书跳到老板 不是说当那个所谓的 星光集团老板 他自己出来创公司 就做了核大 那核大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1988年接了核大的时候 我们常常在讲一个人的命运 大概每十年就有一截 有些人更短 有些人更长 那他真的算起来就是十年一截 你看1988年接 然后1998年出现了 这个机车零组件升值到 这个所谓汽车零组件的时候 早要2008年又隔了一个十年之后 金融海啸 2018年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併了那个华丰集团 那个轮胎碰到了美国跟欧洲的双返 所以那个时候又变成一个亏损 所以每十年就一截 所以我们算起来他下一个一截 应该是2028 还早 这个公司他最近 这个沈国龙又併了木康的 9成以上的一个 木康的一个部分 9成以上的营收来自于药品 所以你看到的微股力等等 最近的状况都很好 然后公司也开始有一点点 积极的一个状况 从他之前病的几家公司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木康的声音是值得期待的 好 我们先休息 想要稍后来看到的是 在最近金品业开始吹冷风 但是珠表业务跟手表的营收 确实可以逆势的成长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好 最近金品业吹起了冷风 不要请教纸娟 像是手表跟珠宝 好像还是很多人买 因为高烈烈环境之下 有很多的一些设施品牌 比如说像Burberry 它其实才测试下修的 但是有趣的事情来咯 你说包包衣服下修 但是表跟珠宝 义军突袭怎么说呢 这是华尔街日报 它对有钱人做了一个调查 它就问有钱人说 你要花 你未来预算有65万台币 我特别去算一下 这个是65万台币要买表的人 不好意思 他说比2021年大幅增加了56万 有准备65万台币 准备要去买表的人 增加了56% 另外他问的是珠宝 他说另外你有意愿 未来可能会花 这个16000美元 所以差不多 也是将近50万台币 要去买珠宝的人 这个比例呢 也是成长了14% 所以这个调查高中 他就发现说 其实消费者其实现在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 是有钱人的思维 他要买一个东西 他买那个东西 未来还要能够有增值的空间 他不是买一个消耗品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如果真的要花钱的时候 他宁可终究要花这么多钱的话 那我就要去买 未来有增值空间的 他就是要去买 未来有增值空间 甚至有投资价值的东西 那这个当然就是表 或者是珠宝 珠宝 对 要不然你说车子一落地 就叠价 比如说衣服包包 包包会增值 但是它终究是 会要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状况 大家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出来 追求低调舍法 在精品品牌的财报数字上的话 比如像是珠宝品牌的卡蒂尔 它的母公司 利丰集团 它最新公布前一季的财报 也发现了 其实它是销售 整体销售是超乎 原本市场上预期的 所以发现它近期的股价 也有一波的走势 好 另外像是这个 尤其包含像利丰集团的 特别是for珠宝的 这个部分的业务的话 来自手表的营收 也是直接增加了3% 珠宝的业务呢